嗨!這集是旅遊書系列 今天要玩的地方是新北市的永和區 永和區是雙和地區中和永和的其中之一 那我印象中雙和地區就是一個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在找旅遊書的時候發現 永和區有記載的店家比中和區還要多很多耶 至少是兩三倍以上 之後也會再找時間去中和區 今天就先來玩永和區 要使用的旅遊書有兩本 第一本是捷運美食中和線 它是豬老第二次遊記一 1999年出版的距今24年前 第二本是之前也使用過的超級美食任務台北篇 2000年出版的距今23年前 帶著舊的旅遊書去玩 這個系列會帶上多年前的旅遊書去旅行 過程中不會上網查資料 請按照書上提供的資訊 體驗用從前方式進行旅遊的驚喜感 如果找到經過數十年還存在的店家 則可以體驗他們經營如此久的厲害之處 而就算現在例子已經不是書上記載的地方 也可以感受時間推移後景物的變遷 旅遊結束後才會上網查詢資料 若有值得補充的 則會加入影片中 整體主軸還是以旅遊體驗為主 有時候錯過了就讓它錯過吧 我今天第一個選的點是 這兩本書上面都有記載的 第一個想找的地方是 聯記 甜品店滿街都有想要出類拔萃 須有獨到眼光及驚人異業 這家小店絕對是各宗巧處 其蓮子湯 杏仁鹿 湯圓 甜芋頭等 皆為一時之選 讓人驚艷不已 再來看另外一本 在永和市有家專賣港式甜點的聯記 雖然店面不大的地點又不明顯 但是它的名聲卻是想遇海內外的喔 老闆說想要讓這頑固的蓮子鬆軟 一定要軟硬兼絲才行 所以他私底下還會加入兩種 自己調製的獨家配料 這麼一來不易軟爛的蓮子 才會乖乖的舊飯呢 看起來這個老闆製作蓮子湯 是有獨門絕技的 兩本書都有推薦他的蓮子湯 還有杏仁鹿 位置在台北縣永和市玉溪街139號 轉換成現在地址是 新北市永和區玉溪街139號 好的 出發 走到玉溪街了 139號應該是在這邊 巷子湯進來馬上就看到139號了耶 139號是竹林麵飯館 還是隔壁的理髮店 我在找這一間聯記 大姐請問你有印象嗎 這個幾百年了 所以這個已經沒有了 現在好像在 應該是在國光路的那個巷子裡面 也在永和這裡 對對對 就前面那個國光 這個幾百年了 是 那老闆 這間店還是叫蓮記嗎 我不曉得他現在叫什麼 我那天去開會的時候 我還有看到他在那個 他蓮子湯姓仁鹿還在賣 是 他裡面都會設計的 好 我去找找看 對啊 這國光路 在國護紀念館旁邊 進去 好好好 要我的朋友 老闆 聯記老闆是大姐的好朋友 好的好的 好 大姐謝謝你 謝謝 我剛剛跟對面 風鈴小館的老闆問到了 那個大姐說 他跟聯記老闆是朋友 所以他指引我方向 說他們已經搬到那裡去了 我要照他指的路去找找看 走到了剛剛大姐指引我的國光路 從這條路進去 我看到旁邊巷子裡有一間 冰糖蓮子 過去看一下 這個報導很久了 二十幾年了 剛剛是那個 他們對面的老闆跟我說 他們搬到這附近 對啊 我們呢 我是聯記啊 我開始是聯記啊 所以老闆你們就是聯記 之前的 對 日本很久了 那時候在運氣街的時候 就是叫聯記 後來 我搬出來 那個竹林路的時候就搞了聯鄉 是 那現在搬到這邊 用我自己的名字 是 哦 現在地址在國光路四十九上六號 第一間聯記有點峰迴路轉 但還是找到了 他們開始是在書上寫的 玉溪街上面的聯記 後來搬到竹林路 改名叫聯鄉 那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才搬到這裡 改名為明江 可以順利找到真是太開心了 我點了書上推薦 然後現在也是很熱賣的品項 銀耳蓮子 這一碗是七十元 杏仁豆腐 這一碗是四十五元 旁邊有附 蜂蜜蔗糖 可以自己適量的添加 先來吃招牌的銀耳蓮子 整體的味道是清新 帶一點微微的甜度 然後銀耳咀嚼起來的口感Q嫩 配上它煮得很鬆軟的蓮子 這個蓮子吃起來是完全沒有苦味的 咀嚼起來是很香甜的風味 這一碗喝起來整體是給人很清爽的口感 很棒 再來吃杏仁豆腐 挖起來就聞到杏仁的香氣了 先吃吃看原味 這個杏仁的香氣是很自然的 比較不像那種有些人會害怕的濃烈杏仁味 豆腐的口感是非常的軟嫩 一放到嘴巴裡面會馬上的直接化開 吹下之後嘴巴裡面就會殘留著淡淡的杏仁香 再來淋一些蜂蜜蔗糖 加了蜂蜜蔗糖之後多了一些清澱的口感 可以讓整體風味更多層次 也是不錯 這兩碗都是讓人感覺很健康又養生的食材 吃了感覺沒有什麼負擔 很開心今天找的第一間店最後有找到 這間店的東西讓人感覺很平實 但是味道很好 而且裡面的食材讓人感覺是真材實料又有很用心熬製的 從年紀到現在已經將近30年的店家 再來下一間想要找的也是這兩本書上面都有的 家鄉園餐廳 這家北方小館雖不是北方人經營 賣的可都是北地的麵點 因其多半手工製作有一定的口感 價錢蠻合理的 東西則很搶手 換另外一本 家鄉園老闆做的餅這麼受歡迎是有理可循的 因為老闆是受過烘焙學校洗禮 正港科班出身的製餅師傅 所以做的餅就硬是多了一份專業的感覺呢 這間店看起來是有真功夫的中國北方料理 它的位置在 永和區復興街87號 好的出發 感謝這次影片有Emma重電的贊助 Emma是德國品牌 他們幫我把一整組重架重電枕頭都換新了 這整組大概是一個月前到貨的 Emma有免費到福安裝的服務 所以我就直接請物流師傅幫我把床架給組裝好 北歐簡約風格很適合我的極簡房間 床墊用這個箱子運送算是很好搬運 大概有副一把塑膠刀片 開始膨脹了 完成 算是很輕鬆就可以一個人把床墊給安置好 那接下來從今天晚上開始 試睡 這張是Original經典記憶棉重電 記憶棉的優點就是可以根據你的體型輪廓 提供恰到好處的支撐 Emma有獨家的三層記憶棉 不管是正睡或是側睡 都能感受到舒適的支撐感 外層是透氣的布套 可以整個拆下來丟洗機洗 我目前睡了一個月的感受是 它的表層柔軟 但是整體支撐力很足夠 不會讓人感覺深陷其中 是一種溫柔的包覆著身體的感覺 這種舒適的感受會讓人每天都期待上床睡覺 床面還有貼心細節設計 看完書或手機都可以放在這裡 它還有抗擾動的特點 和伴侶一起睡的時候 翻身和上下的床就不會打擾到彼此 我來演示一下 但我沒有伴侶 沒關係 我用這杯水當伴侶 我上床啦 我翻身啦 這個記憶枕也是有三層記憶棉 可以自己抽換調整高度和軟硬度 還有保護套 它是防門防水的 套上後可以看過敏 也更不怕弄髒床墊 另外 Emma有提供床墊 100天免費試睡 10年保固 全台免運費到福安裝 Emma官網現在有秋季促銷 最低6折 最後要提供大家專屬優惠碼 官網輸入MING10全屏項9折 還可以搭配官網的折扣活動一起使用 電線影片資訊欄的連結 也會直接帶入這個優惠碼 來到了復興街 尋找87號 喔 彎進來看到這裡是89號了 睡在隔壁嗎 欸 現在是北蘭阿姨商行 復興街87號不是家鄉園耶 我來問一下 老闆打擾一下 我在找一間叫家鄉園的 喔 他已經到了 隔壁 就是隔壁現在這個已經改掉了 喔原本在隔壁 對對對 喔所以這一間不是87號 現在是不是啊 我跟你講 這邊 他們已經收很久了耶 就這一家 喔 就這一家 了解 那他們大概關多久 關 不知道半年了 喔半年而已喔 對對對 老闆謝謝你 不會不會不會 我問到了北蘭的老闆跟我說 家鄉園原本現在隔壁85號 但是已經結束營業差不多半年了 今天第二個點家鄉園失敗 很可惜我如果找半年來的話 他可能還在 下個想找的是這本書上的 蟹殼黃 蟹殼黃是一種用發酵麵加油酥製成皮加餡的酥餅 為上海著名的點心之一 因餅色與形狀酷似煮熟的蟹殼而得名 這家小店只賣甜鹹蟹殼黃兩味 前者芝麻餡後者蔥花餡 剛烤出來香氣撲鼻馬上送口 入口即化格外好吃 蟹殼黃是我不熟的食物 他的地址在永和區竹林路44號 好的出發 從復興街出來 這裡就是竹林路了 走到44號了 欸有 旁邊看到蟹殼黃了 上海蟹殼黃 我剛還以為失敗原來他的店鋪在側邊 蠻小一間店的 蟹殼黃現在一顆是20元 直接在店門口開吃 先吃這個 這個有芝麻粒的應該是甜的芝麻口味吧 這果然是要趁熱吃的食物 他的外皮香酥 然後裡面芝麻的香氣很香濃欸 但是味道又不會太甜膩 芝麻口味的好吃欸 再來吃這一顆蔥花口味 鹹的 咬下去一樣是熱騰騰香醋的外皮 然後搭配裡面鹹度適中的蔥花 鹹香感很足夠 鹹的也很棒 連吃兩顆蟹殼黃會有點口乾舌燥 所以建議吃的時候可以搭配一些茶水 那下一間要去的點呢 也是這一本書上面的 非常知名的地方哦 大家想要永和一定會想到什麼 永和豆漿 然後這間店叫做 世界豆漿大王 永和豆漿波浴海外 在台灣的城鄉裡 因不難看見此招牌 他之所以想此大名 使與這家開創近半個世紀的老字號有關 有香港的美食作家提到 上海點心這些年來吃的最令我心持神往的 是在台北一家叫永和豆漿 24小時營業 那裡的鹹豆漿 芝麻燒餅 蔥花蛋餅 再寫下去口水都流出來了 永和豆漿確實在台灣各地都有 而且很多地方都是24小時營業的 所以永和豆漿是各地人的好朋友 那我今天來永和吃永和豆漿 這間世界豆漿大王在永和區永和路2段284號 好的出發 來到永和路2段了 尋找284號 看到門牌地址了 這裡是282還有284號 這是現在的菜單 我點了冰豆漿、鹹豆漿、燒餅和油條 但原來鹹豆漿上面就已經有油條了 冰豆漿這一杯是30元 鹹豆漿40元 燒餅25元 油條25元 先來喝豆漿 它的豆漿是炭香豆漿 有很濃厚的炭香味 我還蠻喜歡這種豆漿的 油條的口感是酥軟的 不是那種硬的油條 入口咀嚼後油條的香氣是很足夠的 再來吃燒餅 燒餅咀嚼的口感很好 有微微的濕潤感 然後上面撒了芝麻香氣很明顯 跟燒餅的香氣融合在一起 所以很好入口的燒餅 接下來來吃它的鹹豆漿 鹹豆漿裡面有點像蒸蛋的凝固塊狀 一入口馬上就是鹹豆漿獨有的味道會衝出來 我聽過很多人沒有很喜歡鹹豆漿 就是因為它有點微酸的那種口感 但我覺得它的味道算是蠻舒服的 不會太濃厚 搭配著油條又增添了一些咀嚼的口感 吃完了 我覺得這間算是味道很有水準的一間 永和豆漿店 目前找了四個點 成功三間 成功率還不錯 下一間想找的店是這一本超級美食任務上面的 叫周家年糕 只要經過周家年糕店 老遠就會聞到陣陣香味 令人不覺想要靠近 想要喬個就近 原來這正是蒸年糕的香味 原來周家年糕裡的年糕 都是採用傳統的手工製作 再加上所用的蓬萊米 也是精選過的上等米 所以做出來的年糕才會這麼好吃 我很少去注意年糕專賣店 而且只有過年的時候比較常吃年糕 這間店在永和區文化路173號 來去看這間年糕專賣店還在不在 出發 到了文化路上了 我好像找到了耶 周家永和大成年糕 看到地址就是這裡沒錯 文化路173號 寧波年糕和紅糖年糕有賣一整條的 然後我買的是已經切片的 這裡不只有賣滋滋的年糕 還有一些南北雜貨 買了兩包切好的年糕 回家再處理來吃 接著下一間想要找的點是 割地同宅米糕 來到文獎推薦的割地同宅米糕店 便會看到兄弟老闆哥哥林崇友 與弟弟王崇貴 兩人從小手足輕生 賣同宅米糕至今已經有十年的歷史 他的獨家配方 割地同宅米糕會比較香 主要是因為老闆比較敢放材料 因此蝦米油蔥等材料 加的比一般人來得多 所以特別好吃 書上的配料看起來也太豐富了吧 他在永和區保安路29號 好的出發 年糕店旁邊就是保安路了 來去29號 走到路口好像就看到了 到了割地同宅米糕 但是鐵門是關的 地址在保安路29號沒有錯 我問到隔壁金相鋪的老闆跟我說 他們有時候六日會不定時休息 現在是星期六的下午五點多 如果有開的話現在已經開門了 但今天很不巧就是約他們休息的時候 不過這間店割地同宅米糕還在 大家可以自己來嘗試看看 接著下一間是今天要找的最後一間店 叫做永和鹹蛋糕 鹹蛋糕是中部地區一道有名的點心 這家永和鹹蛋糕現改成筍及筋肉 薄薄一層 蒸的火候已蒸化盡 入口鬆軟有盡令人愛不釋口 這位點心格外暢銷 晚點區的金長項魚 如不先訂購就得趁早 鹹蛋糕也是我很少吃的食物 它的位置在永和區永珍路90號 好的最後一個點出發 我來到了永珍路90號 現在是一間日式料理店耶 我問到了 日式料理店老闆跟我說就在旁邊而已 一轉頭就看得到的地方 永和鹹蛋糕 現在地址在永珍路102號 鹹蛋糕的話 這兩種都是用水蒸的 吃起來鬆軟 那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傳統招牌的 這裡面有肉比較多人買 另外一種是素肉鬆的內餡 吃素也沒有 那今天傳統的口味賣完了 素肉鬆的還有 買了一盒鹹蛋糕 可惜書上推薦的傳統口味 今天已經賣完了 我太晚來買了 所以買了另外一個鹹蛋糕口味 是素肉鬆的口味 那現在我要回家吃年糕和鹹蛋糕啦 我要來煮酸辣湯年糕 因為酸辣湯平常可以搭酸辣麵 酸辣湯攪 所以它跟澱粉應該都是很搭的吧 下年糕 紅湯年糕我是灑一些水去微波加熱 還有永和鹹蛋糕 先來品嘗這一碗酸辣湯年糕 可以耶 跟酸辣湯是搭的 它的年糕吃起來口感很Q嫩 跟這個鹹的湯配起來 就像是比較沒有那麼有嚼勁的面格搭 這年糕好吃 Q嫩而且越嚼越香 再來吃甜的紅湯年糕 紅湯年糕的咀嚼口感是很有彈性的 然後帶一點淡淡的糖的甜味 再來吃這個素肉鬆的鹹蛋糕 蛋糕體非常的蓬鬆 它的蛋糕體本體香氣就很足夠耶 這個是水燈蛋糕 蛋糕體本身非常的鬆軟蓬鬆 入口之後不太需要用力道咀嚼 它就可以化開在你嘴巴裡面 然後蛋糕的香氣跟裡面鹹的內餡 融合在一起吃其實也是很大耶 雖然今天沒有買到最經典的傳統口味 但是吃了這個也可以知道 他們的功夫是非常深厚的 今天在永和地區找了七個點 有六間都還存在 唯一比較可惜的是有一間 今天沒有開門 所以永和區成功率其實很高耶 之後再找時間去永和的兄弟中和 下次見 掰掰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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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